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他们就上了两个U23 一个是中场拖雷 一个是门将佩尼亚 巴萨这一套首发阵容总身价达到3.02亿欧元 被第三级别球队拖进加实赛 最后还不得不换上拉菲尼亚加维和法蒂上去救火 主帅哈维难辞其救 值得一提的是 成绩FC其实成立不到六年的时间 他们上个赛季还混迹于第四级别联赛 本赛季是以身班马身份征战第三级别联赛的 进球回顾第三分钟 拖雷开出脚球 阿劳霍投球破门 巴萨1比0领先 第58分钟 21岁西班牙中场索尔德维拉扫射破门 成绩FC扳平1比1 第65分钟 登贝莱挑射破门 巴萨再次取得2比1领先 第73分钟 索尔德维拉坚硬队友的走路传中完成投锤破门 成绩FC再度扳平2比2 第77分钟 阿尔巴禁区左侧低平球横扫到门前 拉菲尼亚在后点轻松打空门得手 巴萨3比2领先 第85分钟 索尔德维拉突入禁区右侧 冷静低射破门完成带帽 成绩FC三度落后三度扳平 双方以3比3的比分进入加实赛 第103分钟 拉菲尼亚右路横传 把地中路包抄推射破门 最终巴萨4比3击败成绩FC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